詞曲 李宗盛 Windy 郭文貴 VOLI 文貴 編曲 編曲 曲 編曲 文貴 文貴 題目叫做可適應性的主義建築 我們對可適應性的主義建築 可適應性的主義,其實大概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系上長期在有關開放建築物這樣的概念上 其實是下了蠻多的疾風的 所以我們的可靈性適應性基本上是對時間 就是一個建築物隨著時間的改變 其實它的角色、它的使用機能、它的使用人會改變 所以因此一個建築物即便蓋好了 它也會不斷地在改變 另外一個是我們提到的可靈性適應性是地緣性 就是氣候、地方、產業跟人物特質 所以我們是試圖把這樣的兩個因素整合在一起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當它是一個跨領域的整合的時候 其實它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率地去做到整合 特別是在從一開始的計畫、設計到營造 甚至於之後的改造的這個過程 各種不同的人、專業非專業的人的想法 那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的頓景就是綠建築 因為綠建築並有它一個非常明確的終極目標就是減碳 所以技術性的東西還是它一個核心的部分 幾年前開始有一個趨勢 就是所謂的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或者我們叫做 中文叫做建築資訊建模 這樣的結合一些理念跟技術工具 所形成的一個建築的一個專業趨勢 那在一個BIM的一個理念底下 然後再配合現在有很多參數化的建模 或者是衍生式建模的這個工具 我們可以開發出可以幫助建築師 從設計的最初期的階段 一直到後面細部設計的階段 都能夠把其他的專業知識整合進來 是新北市建築師工會 找我去給建築師做了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的題目把它叫做工程與設計的整合 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建築師在設計的時候 就能夠考慮到後面的一個階段 有些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這個投影片背後的照片 左邊是高底所設計聖家堂內部的一個照片 右邊是同樣一棟建築電腦模型 那我想這個投影片的象徵就是 我們怎麼樣利用虛擬的資訊的技術 來協助實體建築物的設計跟建構 那為什麼我提高底的建築物 這張投影片的三張照片 是高底在設計聖家堂的時候 所使用的模型 那這個模型是用懸吊下來的這些繩索 或者是鏈子 然後這繩索下面再懸吊一些 我們可以來調整重量的一些袋子 裡面可能是裝索 那這個就是它的設計工具 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建築師 利用電腦在建構建築的模型 但它這個模型有一個特色就是 由於這些鏈條懸吊下來所形成的曲線 事實上是用鑽石構造來建構 以鞏為主的這樣的一個結構系統 的一個最佳結構上最有效的造型 所以這個模型除了幫助高底 在做造型的study之外 其實同時幫它做了結構分析 甚至做了結構最佳化的一個方式 在它那個年代它不用電腦 它利用這樣的一個物理上的原理 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懸吊模型 我們想像一下把它上下顛倒 就變成是一個真正建築物 一個最佳的結構系統模型 建築師在設計過程當中 它會需要做大量的設計的修改 那如果用3D來作為一個設計的媒介的話 我們需要來修改三位模型的造型 其實是很花時間的 那現在搭配這種參數化或者是衍生式的工具 其實建築師可以做快速的修改 然後呢可以透過一些介面 輸入到所謂的BIM的作業平台 那是個商用的一些作業平台上面 那我們可以很快的來做到這樣的一個轉換 這是模擬一種類似高底的懸念模型 我們利用電腦裡面做一些物理現象的模擬功能 那就是我不像高底一樣 高底必須要上下顛倒想像那個懸念反過來的樣子 那我們現在不需要 而且我們可以做到三個像度的這種模擬 所以這個就好比是高底的一個懸念模型 然後讓建築師在調整它的造型過程當中 同時由電腦自動幫它找到最有效率的一個曲面的構造的一個方式 建築師在設計過程當中怎麼樣結合結構的分析 他要設計一個曲面的一個行架的曲線的一個行架的時候 然後同時電腦幫它做結構的分析 而且幫它做進一步的優化 怎麼樣能夠盡量節省用鋼的量 然後能夠達到同樣的一個結構的一個效能 怎麼樣去調整它的曲線造型 調整各個部分的這個斷面的這個尺寸 根據建築師在造型上它的需求 用這樣的一種構造的一個方式 來建構一個曲面的一個板 建築師可以在設計過程當中調整他所需要的造型 然後電腦就自動根據某一些結構的一些原則 來決定這些細部 然後建築師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調整 可以去調整它的支撐點的位置 那同時電腦可以做結構方面的一個分析 給建築師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衛饋 人類的行為 包括建築使用者的行為 我們可以從三個項目來看 一個是它受到社會文化的節制 一個是它是受到經濟力量的節制 一個大概是受到自然環境的節制 我們從使用者的行為的角度 開始去追蹤去了解 然後用這樣子的角度來遷入 嘗試的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就是說這個整個建築號門的行為 我們要怎麼樣去描述 在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先發展出一個問卷的系統 然後透過在我們台科30個老師 單獨辦公室的study 去了解他們一天24小時的行為模式 經過了一連串的study 那發現在皺光的應用上面 跟空調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說 Artificial Light跟空調 佔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能源消耗 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一方面在訪談方面 我們得到幾個計畫的協助 包括我們這計畫 那我們就進行了大量的問卷調查 我們到民生社區 成功的訪問了130個家庭 大概有500個左右的受訪者 我們也開始發展一個test chamber 這個test chamber它有能力整合皺光的效應 整合空調的效應 整合內部殘熱的效應 那同時因為它是一個整個自動化的東西 它可以把天光 然後面對著不同的面向 整個把它做起來 最大的貢獻是訓練我們研究生 會做這些科技整盤的工作 比方說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 參與這些工作的同學 包括從空調背景的 包括從土木工程背景的 包括從人文類景的 然後包括從機械背景的 然後當然包括我們建築背景的同學 每個同學在這個過程中 研究商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了解到說 他們在這樣子的研究問題 事實上這也是今天我們建築界的問題 它的可以切入點 另外一個是 它要怎麼跟它的相關合作的人 去問適當的問題 聽適當的問題 怎麼去溝通 合起來 這樣的知識才變成一個終極的知識 這建築物叫做台灣建築科技中心大樓 這棟大樓一個蠻重要的目的就是 它是一個系統非常開放的建築物 然後它希望台科大有任何老師 它有跟建築物有關的實驗 而且是已經可以實體化 而不是雛形的實驗 而是已經到可以直接應用的實驗 它可以直接裝置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所以它建築物可以做 允許相當大的變化 這就是剛剛石原光老師提到的一個病模型 當初我們針對這具建築物已經把所謂的樓管石頭 就是建築物的這個管理系統 跟我們剛剛的病模型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已經有一個建築物管理的模型 也就是說 今天誰哪一個人從哪裡搬到哪裡 我們那個模型只要一改了 它那個房間多大 那它連耗了多少電 它的記錄 連財務的它都可以記錄 嗯 一個人從來就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